下面我们来学习绘制每少女的眼睛 每少女的眼睛一般都是圆形或椭圆形 我们可以简单的画一个椭圆形 标示出眼睛的大小和大体形状 快速地用一些比较松散的线条表现出 眼睛的大体形状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眼睛的细节描绘 淋上女眼睛的上眼节部分都画得比较粗微浓密 疯恐会画得比较大 这样会让人感觉美少女更乖巧 在绘制瞳孔的时候 要先绘制出瞳孔最黑的部分 和它的高光部分 下面我们开始涂黑 绘制出瞳孔最黑的部分 当然瞳孔最黑的部分 我们并不是把它完全涂黑 它还是有一定的透气性的 例如 我们在绘制瞳孔的时候 在最黑的部分 会反复的涂抹 越往上 线条之间就会有一定的距离 它的层次是由深变浅的 然后再涂瞳孔以外的位置 依然是由深变浅 眼睛的下半部分 我们会用线条 表现出眼睛自身的纹路 再将眼睛其他部分 处理一下 下面我们来绘制眼睛的睫毛 睫毛它是一簇一簇的 有长有短 有浓有疏 我们在绘制眼睛睫毛的时候 要注意睫毛的弯曲程度 和它的生长方向 同样的下眼睛 也要绘制出一些睫毛 就这样 眼睛睫毛就完成了 眼睛的侧面 与眼睛的半侧面 和整睛的正面 差别比较大 首先我们来绘制 眼睛的侧面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可以将 绘圆形 理论带入其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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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